整顿好装备油眉一催骑着最爱的越野车驰骋山谷 引擎身在山间环绕 他在登山口休息的车友听得已情二楚 但不久后却瞬间恢复安静 再次上山却只剩 越野机车还停在这里 安全帽也挂在上面 只是人呢 车友沿着他轮胎痕迹 突不走也找不到 警觉不对劲赶紧通报消防队 一群人从白天找到晚上 却只在距离登山口一公里处 找到他的背包 失踪的是三十多岁的骑姓男子 十一号跟车友从桃园骑到新竹 兼十乡的高台山 骑了一段路后 车友体力不知先去休息 过了两个小时 却迟迟等不到他回来 就这样离奇失踪 当天发生的时候 那隔天就是台风天刚来 而且到了十点多以后 就下了非常大的雨 那会造成很多的足迹 很多的线索都有可能 因为这场大雨 然后就我们让我们搜寻不到 骑姓男子平日就爱跑山 已经不是越野车新手 只是他失踪的这段时间 历经台风以及地震 不止搜救难度更高 心灵安全更是让情友担心 他的同事还有车友们 在网路上发起募资协讯活动 短短两天已经募得54万 要提供给在9月16号 搜寻到他的热心人士 已经失踪了5天 亲朋好友 志工搜救人员持续搜索 希望能赶快传来好消息 TVBS新闻城市民 吴宇亚新竹采访报道